另外花蓮市农会自强生鲜超市 在农委会的支持下 赤资超过了千万重新打造 12号重新开幕 200平的生鲜卖场 贩售的蔬果摊位 都有清楚标上栽培的方式 生产农户以及地点等等 崭新的门市也吸引了大批顾客 上门抢购新鲜的蔬果 在祥师宪瑞及财神赐福下 赤资超过1500万元 重新打造的市农会最强生鲜超市 12号重新开幕 花蓮市农会理事长陈宝辰表示 自强门市转型为农民直销站已达七年 今年应考量环境老旧 着手投入改进 在农委会支持下 设置1500万元重新打造 也期待新店能够贩售更多优质产品 再创高峰 经过我们整个大半年的一个规划跟策划 中文在今天来开幕 那未来在我们花蓮市农会的超市 除了我们的提供更宽敞 更明亮的一个消费的一个地方 同时我们在我们的市农会 扩大了我们这一次农民直销站 然后我们也重拾农委会的一个政策 还有我们现在的政策 扩大青年返乡的一个政策 那这几年我们很多的农民返乡 尤其在我们这几年努力的经营之下 我们已经有三位超过百万的一个农民 以农民直销站为主的200平卖场 以花蓮山海为主的视觉设计 再扩增产品量及设备来提高生鲜度 而贩售的蔬果摊位 都有清除标上栽培方式 生产农户以及地点等等 另外也导入全台各农会的精品农特产 也大大满足了消费者 对其他农产的购物需求 12号重新开幕 就吸引大批顾客抢购新鲜蔬果 大家买得方便也吃得安心 记者刘明胜花蓮市采访报道